这是一棵一般的桑树 现在已经开始萌芽了 看这个芽 开始萌芽了 所以说我现在准备把它剪掉 从下面 从这个地方剪掉 嫁接成巴基斯坦桑 现在正是萌芽的时候 嫁接正是最好的时机 好了 现在开始嫁接了 我从这个地方来嫁接 把这剪掉 然后这一根就不要了 选了一个 选了一个有两个雅典的 巴基斯坦桑的接穗 我一般喜欢 先把它包一下 包一下的话 它水分就不容易干 这个枝条 因为春天嘛 现在是春天 所以说我包的时候 要把芽点 要把这个芽点露出来 露出来它很快就发芽了 这个我的架接刀特别快 看这手都被它伤着了 所以说虽然是架接 架接了很多年 因为这个刀是刚买的嘛 还不知道它的力度 所以说就用力过当了 就把手挖破了 那就是我准备用舌接法 舌接法的话 那先先看这个针木哈 这个针木 这个针木 由下往上斜切一刀 看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你觉得不 你觉得不满意 你再多切几刀 看到没有 就是斜切一刀 斜的 然后在它三分之一处 回切一刀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三分之一处 那回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舌接的时候 要慢慢的往下移 这样才不容易伤到自己 这个切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削这个了 看一下 两面 从它牙点的前面和后面都可以 也是同样的道理 斜切一刀 看这个角度 然后在三分之一的地方 回切一刀 回切 特别小心慢慢的移动 好 这样就切好了 然后在这个之间 蛇与蛇之间插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 因为 因为就是 结碎和 和蒸木 结碎要细一点 蒸木要粗一点 那么我呢 就是一边对齐 你看这边完全对齐了 这种接法就是无缝 嫁接 所以说就叫蛇接 接的多吻石 看到没有 然后 这个就叫蛇接 嫁接好了以后 残磨 由下往上 残井残岩 这个牙 我把它露出来 冬天的话 如果你 快到秋天的时候 冬天的嫁接的时候 那牙点几乎就不要露出来了 因为一露出来 它一发芽就冻死了 除非是你 你炸接的是把它放在温室里面 放在房间里面 不要被冻住就可以 好了 巴蒂斯坦 给你们看一下 就完全炸接好了 这有一个牙点 这有一个牙点 很快就会发芽了 春天来了嘛 好 喜欢我的视频 请 订阅和点赞 我会 不断的更新 每一个 嫁接成活的 或者是不成活的 我都会更新 不停的 发到视频上来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谢谢